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氢能与燃料电池大课堂 我是四川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锡能源材料系的吴朝林副教授 本课程由我 王刚副研究员和王倩副研究员 三位老师共同讲授 本课程使用的教材 是Andres Zuto Andres Bocciotti 和Louis Schlabach 三位氢能领域知名教授 共同写作的英文原版著作 Hydrogen as a Future Energy Carrier 氢作为未来能源载体 参考书有如下四本 包括由我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9年即将出版的 氢气的储存和书运 由北京大学李星国教授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氢与氢能 由华南理工大学 朱敏教授主编 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先进储清材料导论 以及由好数人教授主编 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听类转化 至氢工艺技术 这些参考书 都可以在图书馆借阅 氢能与燃料电池这门课程 分为八个章节 第一章 概述 介绍为什么选择氢 第二章 简介氢的重要历史事件 第三章 介绍氢为何作为燃料 第四章 讲氢的物理化学性质 第五章 介绍制氢技术 第六章 讲储氢技术 第七章 介绍各种燃料电池 第八章 简介氢的典型应用案例 本课程的考核成绩 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出勤 占10% 第二部分 课后作业 占20% 第三部分 随机考试 占20% 第四部分 期末考试 占50% 好的 下面我们进入 本课程学习 第一章 概述 人类为什么 要建设一个 轻能和轻经济的社会呢 通过本章的学习 同学们尝试着 从中寻找答案 新能源是相对于传统能源定义的 传统能源包括煤 石油 天然气 以及水电等 那么 那么哪些属于新能源形式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太阳能是典型的新能源 把太阳光所蕴含的能量 通过光电效应 转化为电能 或者直接使用氢热能 核能 核能是利用核裂变 或者核聚变过程 产生大量的能量 用于发电 是化学能 机械能和电能之间的能量转换方式 但是核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能源 氢能 是以清洁 无污染的氢 作为能量介质 通过燃料电池 把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或者通过氢力燃机 把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 最后转化为电能 氢能是真正的清洁能源 属于新能源形式 此外 生物智能 化学电源 包括我们所熟悉的 锂离子电池 液氢电池 各种液流电池等等 风能 地热能 潮汐能 都属于新能源 还有一种新能源称为可燃冰 它是甲烷和冰的化合物 它的能量密度比甲烷高几倍 以上列出的九种能源 都属于新能源 目前的新能源领域有个很热的词 叫做氢经济 什么叫做氢经济 这里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定义 氢经济 英文名称 Hydrogen Economy 市值能源以氢为媒介进行储存 运输和能量转化的一种未来的经济结构构想 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应对石油危机提出的 早在1990年美国就通过了氢能研究与发展以及示范法案 美国能源部DOE就此启动了一系列氢能研究项目 在小布什出任美国总统期间 美国政府大力推动了氢经济 氢能被认为是未来美国能源的发展方向 美国应当走以氢能为能源基础的经济发展道路 此后欧盟各国特别是英 德 法国 欧美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 亚洲各国特别是中 日 韩以及澳大利亚等国政府 都高度重视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的研究和产品开发 纷纷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 鼓励氢能领域的发展 2017年后 氢能与燃料电池正式开启产业化模式 这里 我们来比较目前市面上最热的两款纯电动汽车 它们分别是日本丰田生产的氢燃料电池汽车蔚来 英文名Mirai 日文读做Mirai 和美国特斯拉公司生产的锂离子电池汽车 特斯拉Model S Mirai 动力系统由燃料电池 涅氢电池和储氢框三部分组成 燃料电池不是能量储存器件 而是发电机 实际上Mirai的电机 也就是它的心脏 是由功率为113千瓦的燃料电池堆 1.6度电的逆氢电池 和两支700大气压的高压储氢罐 共同组成的 大家可能要问 这么高功率的燃料电池汽车上 为什么还要配逆氢电池呢 这是丰田混合动力车做的最成功的技术之一 逆氢电池的主要作用 是提供加速的能量和刹车时能量回收的 与Mirai不同 大约40公斤 储氢罐大约88公斤 总重量184公斤 特斯拉Modo S的动力系统 总重量是540公斤 比Mirai高两倍 我们再来比较两款车的续航能力 Mirai的续航里程数是502公里 特斯拉Modo S的续航里程数是426公里 这组数据是同一个机构测试的 至于整车重量的比较 Mirai的整倍质量是1850公斤 特斯拉Modo S要重一些是2108公斤 作为用户 我们还非常关心充能的时间问题 Mirai的燃料是氢气 充满一次氢的时间是3到5分钟 与传统的燃油车非常相近 符合我们的加油习惯 特斯拉Modo S用的是续电池 电量耗尽后需要充电 充电时间长 如果采用标准充电制度 需要8小时 这与我们的加油习惯差别较大 尽管特斯拉推出了独有的快充技术 可以在18分钟内充电 但是不能充满 而且快充采用大电流 是对电池寿命的严峻考验 用户关心的另一个指标是经济性 我们来看两款车的价格 Mirai在美国的售价是每台车5万8千5百美元 特斯拉Modo S的售价是7万9千9百美元 比Mirai高百分之三十几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Mirai的动力系统比特斯拉Modo S更轻 续航里程更长 整备质量略小 充能时间短 价格更低 即使特斯拉又开发了价格接近Mirai的Modo 3 但是仍然存在充电时间太长 能量密度低 导致续航里程短的问题 因此 轻燃料电池汽车 被许多专家认为 是全电动汽车的 终极选择